老板,有哪一家咖啡店,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可以看到它的。 相信,每个人都会认同我,那一家店就是Starbucks。 它们是世界世界最大的咖啡店。 不管你走在哪一个国家,你都可以看到它。 至今,它有31,000家店。 在Nestad上市,市场是103个Billion,它的PE是112倍。 想象一下,112倍这么大,很多餐饮业,它们的PE只有4倍,5倍。 Starbucks成长到今天这个地步,靠的不是它的创办人, 而靠的是它打工的Sales & Marketing Director,Howard Schultz。 因为从创办Starbucks的创办人Jerry, 它一直深信,它要保持的最优质的咖啡,是无法把生意做到最大的。 老板,你有没有这个想法? 因为你要把你的产品做到最优质的, 这样子你觉得你的公司是做不到一个很大的Size。 这样老板,今天我们就要见证Starbucks这个真实案例。 它怎么样可以把产品做得这么优质, 但是同时也可以把公司做得规模有三十多千家店。 所以马上来参加我们的生意要做大,股权要规划。 因为它这么优质,不只是靠着它的生意模式, 而靠的是它背后的股权秘密。 当时Starbucks的创办人Jerry, 他不太认同Howards的理念、做法, 所以Howards在那个时候就离开了Starbucks, 开了他自己的咖啡店。 虽然Howards离开了Starbucks, Starbucks的创办人还是仍然很相信Howards, 所以他们继续投资在Howards的身上的。 但只是靠Starbucks的创办人的资金是不足够的, 所以那个时候Howards继续去找很多人找资金。 他找了242个人去提升资金, 除了217个人拒绝他。 Howards是不断延伸着他的咖啡店, 所以他是融了好几次的钱。 直到1987年,Starbucks放出消息要卖掉Starbucks, 而且是要卖380万。 所以当时Howards是想尽办法要融到钱买下Starbucks。 老板,马上来参加我们的生意要做大, 股权要规划, 因为在那边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做股权的融资。 我相信很多人在外面都懂得什么是股权融资, 但是很多时候是找错人。 可是要做到Starbucks这么成功, 你一定要学会怎么样用股权的技术, 还有科学, 找到适合的投资者, 才可以持续把生意做大。 当你要做股权融资的时候, 你也要学会什么是股权分配, 股权稀释, 还有怎么样做post-entry valuation。 所以马上来到现场, 我会讲, Howards是经过很多轮的股权融资, 所以他的股权是稀释到 before listing是剩下9.7%。 老板, 你是不是看到如果只有9.7%, 单单靠股权的科学是控制不到公司的, 但是为什么Howards可以做到呢? 因为他靠的是股权的五大艺术。 老板, 你会不会很犹豫? 你会不会觉得五大艺术好像很抽象, 你掌握不到呢? 所以你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生意要做到, 股权要规划, 因为我会教你们怎么样掌握这个五大艺术的methodology。 我们也会运用Starbucks的真实案例, Howards, 他怎么样运用股权的五大艺术来让他的公司持续的成长? Howards, 怎么样运用股权的五大艺术来manage and control the business? 同时也用股权的五大艺术来做股权融资, 还有找到适合的投资者。 马上报名, See you the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